伴随着港台两地许多人成长的漫画主角老夫子今年50岁了 当年漫画反共和反西化这两大元素以及幽默的风格 至今仍然让许多人难以忘怀 我们的记者在香港带您看到星期天在香港一个商场举行的老夫子漫画50周年展 并且还邀请到作者王泽 缅怀往事 头戴一笔花皮帽 身穿背心长袍 长着两撇小狗子老夫子模样 早已深入人心 原来老夫子是由第一代作者王中熙创意 并由其长者王泽接班创作 趁着老夫子50岁生日 王泽专程从台湾来香港 和一般老夫子民共庆人生 虽然头发花白 但王泽竟显老夫子幽默的本性 更说画老夫子让他改变很多 我应该由10岁开始画老夫子 因为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了 但我好似现在画老夫子 那老夫子改变了我很多 改变了我的生活方法 我个人变得愉快了 我照样好似后生着 我觉得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香港明星张可怡 以老夫子漫画中的陈小姐精品造型亮相 跟机场设计了老夫子服装 为他喝手 场面搞笑 我觉得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老夫子在我的童年时候是陪着我成长的 所以这一次的活动我也主动的跟那个主办单位说 如果我去打扮陈小姐你们觉得怎么样 他们说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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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觉得很很很开心啊 展览首次展出第一代作者王嘉熙的漫画手稿真品 以及王泽近期漫画佳作等 老夫子漫画创作于1963年 反映出当年的草民生活 也包括抗拒西方文化反共两大元素 曾批评当年中医联合声明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